就是我当年 二十一盒 然后 不再弄这个东西办公 话说运河的时候 是不是还没有赵慧桥 这么一个桥 那个时候 你该讲赵慧桥是 你看啊 丁老确实是为了 热爱全力以赴的人 他真的一辈子 都在保护着 杭州的都是很棒 其实丁老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那是谁啊 一个曾经教我唱歌的人 他就住在桥下 我带你去找他 可以 走吧 干老板 我回来了 这家桥洞里的老宝歌舞厅 已经存在了三十多年 迪斯科球 老式串灯 打蜡地板上游走着七彩霓虹灯 九十年代扑面而来 只有桌角的付款二维码 在提示你 千禧年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啊 这里 这里还是要强调点啊 就是说唱歌呢 要有强弱 是强弱 因为这个四四拍的歌呢 你不是 蜜都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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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等一下 潘老板 你这种唱法已经过时了好不好 我跟你说的做什么 你可千万别嫌弃潘老板唱过时 在潘老板年轻的时候 他和他的乐队 在杭州可以说是风靡一时 有很多的乐迷 特地跑过来看他们表演的 其实以前我跟他们乐队也有合作 我们当时唱了一首什么歌来着 哇 那是忘记的 如今三十年弹指过 那些同时代的歌舞厅 绝大部分早已关门改行 唯独这里三十年如一日 连五元票价都没有变过 五块钱一张票 还送一杯本店的特营 五块钱的票还送我歌的 您不怕亏钱啊 不怕 就是他自己泡的菊花茶 你以为是什么 不是酒啊 只跳舞 喝茶 不喝酒 1984年 我们国家的第一家 营业性的歌舞厅呢 开张了 然后声音的确实很好 老百姓生活好了 精神 文化生活呢 相对来说呢就缺乏 确实是的 那么我们就开了一家 九二年第一家 杭州私人开舞厅就是我第一 潘财安决心开歌舞厅的那一年 大桥还没有通车 除了桥面和桥墩 四周没有任何围挡 我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附近全部是填板 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 没有高楼大厦 现在你看像雨后春水一样 都是高楼大厦 我们原来这些跳舞的人 就住在这个方圆 这个周围 他们以前摆地摊的 后来开了个小店 是不是 现在逐步逐步放大了 都已经变成超市了 但是他们起早末黑 是不是 早上三十点你就起来的 确实是的 你说我一定要涨价 我说你心里无心不忍 虽然我们票价低 但是我们舞厅的档值是不低 哦 我想起来了 一路上有你 我们唱的 潘财安的这一路上 陪伴他最多的是音乐 旧的时代总要过去的 但那些歌不会过去 从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欧美流行乐开始盛行的1980 到羞答答的玫瑰 静悄悄开在了1990 再到2000年后 假装告别的bye bye disco 在水晶宫里 人们不魔幻 不狂躁 不矫情 也没有什么好伤感 有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 童年记忆里的好多情歌 就是在爸爸妈妈的 华尔兹曼三舞步中学来的 在舞池中 在麦步间 在音乐里 我们确实借此看到了更多的世界 活得更自由 也更丰富 你知道吗 爱你并不容易 还需要很多勇气 是听明白 好多话说不出去 就是怕一直等不起 潘财安的《青春如歌》 丁云川的《青春如诗》 两种人生一样美满 也许曾经有一天 丁云川和夫人从桥上走过的时候 潘财安正牵着太太的手 在舞池里旋转着 他们素不相识 唯一的交集 恐怕只是这座桥 但他们同样 都在时代的浪潮中 实现了自我价值 并且努力让家人 过上了好日子 不枉此生 大概 就是他们现在的样子吧 多声 嗯 你说潘老板的店 为什么不能喝酒啊 因为 无酒而醉才是青春啊 也对 好 雨落桃花梅梢 小汤几遍花桥 乘散踏上这茶香鸟鸟 风路过石墙南腰 小汤减海鸟 遥啊遥 遥啊遥 遥到外婆瞧 外婆叫我好 LISA 一块馒饨一块烧骨 野妞 打开 转过头是你在渐渐笑 乌云散了天山草 不如牵手走过河上桥 我们迎着光说好不知道 风不下树白羊 花刚好随后穿一道 上上腰就像河流淌着歌谣